是交通安全的問題 臺六十一線苗栗白沙屯 及通宵路段 原本有安裝區間測速器 但因為無法拿出設備 不是中國製造的證明 按照交通部的規定 只能暫時的將鏡頭給拆除 但是民眾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呢 去年在這兩個路段超速的 就被取締了一萬三千多件 所以呢 苗栗警局就宣布 即日期會不定期的派員警 到現場的路橋上方 以人工方式來取締超速 原警站在路橋上 拿著機器對下方來往的車子 偵測速度 測出來時速一百零四 超過下方西濱快速道路 九十公里的速建 最近苗栗警局全天不定期 派出原警到西濱苗栗白沙屯路段 以及通宵路段測速取締 因為原本在這裡設置的區間 測速設備無法提出 不是中國製的證明 按照交通部的規定 得停用 雖然人工測速 原警得忍受日善雨淋 但根據苗栗警局統計 光西濱苗栗這兩個路段 去年就一萬三千多件超速違規 造成了不少傷亡 因此還是派原警人工取締 也呼籲民眾要注意速限 小心駕駛 華視新聞 五兩點品行 烏少青苗栗報導